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去年Computex 2023我们有去Evermedia的摊位 看到他们展示出了许多新款的产品 那到了今年初终于上市了 这次影片将一次带来两款 他们最新推出的GC571和GC575的截取卡 以及我实际安装到桌机使用后的感受还有结果 也会融合一些其他款提供一些选购建议给你参考 而且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少人做过的测试 而GC57它是一款定位比较入门 适合大多数玩家的Capture Car 它的截取规格最高 达到4K30P 价格是5499 会是大家比较亲民好入手的选择 它采用了PCIe券300万的频宽 在安装上的限制就会比较少 你可以安装到主机板上面 PCIe100万,x4,x8,x16的插槽上面 具体安装的方式 根据你的主机板设计会略有不同 此外也要考虑到显卡的厚度 显卡的散热 整个机壳的风道等等 例如我这台是14600K的主机板 它是SROC Z790 Pro RS 它的板子设计是这样子的 而这张显卡因为它是三卡槽的设计 所以当第一条116插上显卡之后 第二条116你插任何东西 它都会跟显卡卡机构 而且通常大家也不会将截取卡 拿去跟显卡抢平宽 所以主要还是看看 其他百万百负的插槽 在板子上可以看到 这个有个发亮的贴纸 我原本以为是我没有看过的某一种散热片 所以我手键把它撕起来了 想看它是用什么晶片 撕开来以后 我发现它好像只是一个防拆破坏性的贴纸 下面的晶片也没有印字 所以看来我是破保了 大家不要学 在选购建议上有个小细节 像Avermedia这样做截取卡 在全世界做到数一数二 而且在台湾股票有上市的公司 在宣传还有广告上 说实在我认为是比较老实的 在网购平台 虽然不是所有的卖家 还有商品的广告都存在误导性 但真的 你有买过这类产品就知道 它很高比例 他们都在强调 pass-through的规格 而不是真的去强调说截取的规格 不是强调它是4K截取 可是它不告诉你 它是30P还是60P的 所以可以看到 4K30P 4K60P的价格是有一段落差 而像Avermedia这样等级的大品牌 虽然在包装上 它还是会两个都讲 它会讲 它是4K30的截取 还有4K60的pass-through 但它也不会刻意隐瞒 他们会在规格里面 详细的把截取 跟pass-through的规格分开写 你可以很明确知道 你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一些比较便宜的产品 还是可以买 可是你要注意到这些细节的落差 另外一款GC575 则是原缸更高阶的截取卡 它的设计也比较复杂一点 两面都有IC 从外观上也可以看到 它两面都有保护壳 正面是塑胶的 背面是金属的 整体安装在桌机中 是比较有科技感 还有灯光效果 也不容易 因为有东西碰到 就有损毁或短路 功能性上最大的差异在于 它可以截取到4K60的规格 相较于GC571 4K30就高上一阶 你也可以粗略的理解就是翻倍 此外 pass-through的规格 也有很大的差异 特别是支援到HDMI 2.1 能跑到支援4K144Hz 或者是1440p的2K的240Hz 也就是高阶产品 才会有这样的规格 当然 GC575的价格 8500的价格也的确是高了一些 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比较难负担的 但如果是游戏实况主的工作室 或是对画质更新率 有更高追求的人 那还真的是非GC575莫属了 在Io规格上它一样是一个in一个out 它的外观就比较狭长一点 自带外壳 然后也有RGB的灯光效果 其他咨询就放在画面上让大家知道 在安装上呢 不管你选哪一张 通常都是要安装到DIY的PC 这次我搭配使用的是Biquart的这一整套的桌机 是我最近在使用的 那CPU使用的是Intel Core i5-14600K 配上PNY的RTX4070Ti的显示卡 那我们会有另外一部详细的影片去讲这套桌机的开箱 那所有的规格配备我们就留在这边给大家看看 另外有个小细节 虽然这个应该也没差多少钱 但我也会觉得或许其他做PCIe扩充卡的厂商可以参考看看 像GC57E和GC575 他们的PCIe挡板都有弯折 对刚性是比较好的 然后表面的磨砂质感的手感也比较好 此外它刚好跟我这次的座机 主色系续黑色是一样的 所以在机身后IO看起来装上去以后 融入性就很高 完全没有违和感 整体对我来讲 它就是有加分效果 当然这通常不是一个消费者决定 会不会买戒取卡的重点 但是刚好我这次配的是黑色机壳 那配上这样黑色的挡板就真的比较好看 那当然如果我哪天用白色的 我可能就会觉得那我白色的比较好看 那当然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身为消费者 你真的要自己换的话 其实网络上也可以买到很多零件自己来换 那在选购建议方面来讲呢 这两张截取卡比较常见的应用 就是截取另外一台电脑的HDMI画面 或者是像是游戏机PS5 Xbox等等 那虽然我自己是没有在玩加击啦 但是原厂表示他们有做过 这个相容性测试都是可以支援 这两个系列的夹击的都可以相容 那每个人的需求和经济状况也不同 像我工作上的需求一定要4K60 而且我觉得 60P才是我们肉眼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吧 30P录出来的画面就是感觉卡卡的 所以只要高阶款的价格不是太离谱 我通常就直接买高阶款了 而且我们的工作流 不管是储存还有剪辑 都有足够的硬体设备和经验 来处理4K60P的规格 这点其实也是很大的成本啦 所以大家要考虑到不是说 我卡身上去4K60的其他事情就水到渠成了 我觉得后面那个成本可能才是比较大头的东西 那此外我觉得它毕竟不是汉死在主机板上面的东西 就像显卡一样的也是可以自己换的 如果现在买高阶的卡 功能上也用得到 其实完全不会浪费 就算现在这台主机的主机板或者电源坏掉了 那么显卡 截取卡或者是停机网卡这些东西 你可以拆下来放到下一台座机上面 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当然前提也是你有比较多的预算 可以上比较高阶的产品 但如果你明确知道 自己只会用4HD或是4K30也很够 那选GC57就好了 更加精细实惠 其实不用盲目的追求高阶款 那前程下来 我建议你买翻倍的SSD会更划算 因为当你真的开始在用截取卡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储存容量会稍的很快 诚心建议 同厂加印我自己的一些使用经验和心得 如果你跟我一样有DIY PC的能力 然后也有不少Mac 那你想用Mac来截取Windows 或是其他台Mac上面的画面 我就会选择Evermedia的GC555 虽然它的单价看起来不便宜 要1万出头 但目前市场上 几乎没有什么厂商出这样的产品 因为它采用的是Thunderbolt 3的方案 可以达到录制4K60p的规格 相较市面上大多 外界都是使用USB的协议 通常最高就是4K30p 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异 在USB4的方案出来之前 这应该是目前通用性比较高的解法 也就是说可能你用Mac 所以你只能用外界的方式来做这件事的话 而且你又要做4K60p 基本上只有这个东西可以用而已 然后大家也比较少有机会 可以同时有两张卡或者是三张截取卡同时使用的经验 实测我在这台PC上安装两张截取卡是可以同时运作的 例如我这边Evermedia自家的REGCentro 可以看到两张卡同时都可以抓到它的Source来源 也可以作为字母画面来使用 还可以自己安排想要的位置 那大家在串流可能比较常会用OBS这样的第三方软体 其实你也可以在里面设定单独一张卡就作为一个Source 那你就可以得到有多个Source的Input 那也可以去排列在OBS里面编辑你想要怎么样的画面 其实像截取卡的应用还是蛮广泛的 除了你录制另外一台电脑 然后还有前面提到的游戏机家机PS5 Xbox 其实像在工作上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拿来录BIOS的画面 或者是NAS的画面 或是有一定等级以上的相机 基本上你也可以搭配截取卡来做到外录的效果 那总结来说 Evermedia在消费级的截取卡产品大多都是三年保固 其实我猜测像这样子功能结构的比较简单的东西 通常工厂出厂也都会测试 其实故障率应该都不高 此外原钢在业界的技术实力不容小觑 以及我也没有听过有什么保固评价不好的经验 那就算东西是比杂牌贵 但我觉得我是有看到品质的确是有比较好的 售后服务我还没有用过 毕竟用过的产品都还没有坏掉 那这部分我就先不评论 总结来说 以今年的市场格局和规格来讲 4K30P依然还是主流规格 开1080P 60P也是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使用需求 但如果你对视觉画面要求更高 或是在专业工作上有这个需求 优先就可以看高解款支援4K60P的产品 那你可能会想说 我买上一代的产品不是也是4K60P的Capture的规格吗 那有一点差异就是在Paththru这一代的进步是更大的 影片能看到这里 我想你也是忠实粉丝了 前面我们都没有提到抽奖资讯 那么留言写下你喜欢哪一张原钢的截取卡 并且分享这部影片给你的朋友 我个人就捐出手上这一张GC571的截取卡 作为抽奖产品 那么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大家看 感谢观看